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經常聽說正念正念 正念其實在八正道 在八正道來說是其中一個項目 八正道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熄滅了我們的煩惱 我們就可以去到正念的一個層次 我們什麼可以令到我們有一個正念呢 原來需要有背後的教育 在這裏跟我們打好根基的時候 變成我們就在瞬間的心理 我們常說瞬間的心理 你現在在做什麼 每一刻當下我們正確環境 正確關係 正確運作 我們知道的 但去到境界的時候 我們的閘氣都在騎劫了我們的生命 在騎劫中我們有沒有覺察很重要 我們有沒有覺察到 所以我們經常說 mind 和 mind object 我想問問大家 知不知道 mind 裏面是有什麼 甚至說 what is mind 也有很多答案 the floor is brown the sky is blue 我們都會適用這些答案 去回應 what is mind 也有很多答案 但是這個四念主教我們 這個 mind 是無常的 我想問大家 你看不看自己的心 心經常都不一樣的 是不是 我們經常改變主義 或者我們說了一些東西 可能我們都想實行的 但有很多恩緣 不能讓我們實踐到 其實如果這些情形出現的時候 什麼東西可以支持到我們沒有煩惱呢 其實我們經常說念中念中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句說話去幫助自己 心是無常的 所以如果別人說的話 他都很多時候可以變 令你起煩惱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自己 心是無常的 所以他講什麼 一個小時前說這件事 一個小時後說別的事 為什麼幫助自己不起煩惱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基礎 幫助自己有一個心理 不要起煩惱 首先我們要明白 What is mind 在我們禪中有很多時 What is mind What is Buddha 什麼是絕對 這些教法是很直指人心的 指向我們此時此刻 我們在做什麼 但是在生活上 有很多事情會發生的 首先我們是否知道我們的心 原來我覺察到這個心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收到心理 不需要它好還是不好 所以在這個觀心無常的時候 我都鼓勵大家 有時候你一看到自己的心 想好還是想不好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呢 你看到的時候 你又會有什麼提醒自己 不要迷入自己看到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未必迷的 學善的學生 都很聰明 我現在在做什麼 回去現在這一刻 但是有時候 功夫還沒到那一刻 我們用不到的時候 這句說話都很好 這個心為無常 你就不會起煩惱 你不會執著那些人 他們真的沒有覺察性的人 真的有時候會擊死你 你做得很好也好 但是你稍為有一些身邊的人 配合不了你的運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我們好的修行 有時候每個人的基礎不好的時候 都會影響我們生活 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 這個觀心無常的時候 有時候我發覺很多人說話的時候 會說很多他們的看法 他們覺得這個看法很正確 很正常 那時候才出現問題 其實是否有正確呢 是有的 有正確的 但是有些人很多是歪理 現在世界上很多是歪理的時候 在這個心念著 這個contemplation 就是我們說 念著 就是我們有時候要消化 我們現在這個現代的語言 我要消化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停一停 我們消化一下 有時候有些東西出現了 我用什麼去消化呢 就要靠這些Dharma 就是這個教導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去看看 我們都會有激氣的嘛 當我們激氣的時候 我們會否看到激氣呢 那我們會不會 捱外面的人令到我們激氣呢 那時候我們停一停 看回這個所謂的 mind 是什麼呢 那麼在這個正念裡面呢 這個基礎裡面呢 其實它有ABC 這裡我們第三那裡呢 就是你要 如果有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呢 你看到它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一看到又怎樣呢 就是知道自己收成怎樣 我還有這個東西 我沒有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你怎樣呢 就是告訴自己不安全 你沒有的時候呢 不要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因為你覺得沒有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已經出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在我們禪宗來說呢 我們叫做行住作惡 就是我無論在什麼 我的身體在什麼狀態裡面 語蜜動靜 就是說我說話 我不說話 我在行動裡面 我在靜止裡面 一切時一切處 在任何時期 在任何環境 沒有間斷 是什麼 我們就用是什麼 做我們的mindfulness 所以如果有這些念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這個佛陀就是教 你看到這件事 那時候我們在禪 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去對峙 心無常呢 就是 咦 什麼東西 是的 一念即萬年劫 所以剛才那些lotsful 我有生氣 沒有生氣 都是一念來的 一念即萬年劫 那我們就不去那個念 我們的禪宗的正念就是 What is this 問What is this 這個就是mindfulness 這個就是覺醒 其實所有出現的東西 是讓我們覺醒的 讓我們醒醒的 所以在我們的念頭出現的時候 就提醒自己 一念式萬年劫 我一想了一件事 或者我一做了這件事的時候 接著有很多守備 無論善念好或惡念好 都會有很多事 讓我們去跟進 好也有跟進 不好也有跟進 在跟進 在跟進 當時 都是有很多不愉快的事 有時候有些令到自己很滿足的事 所以一念式萬年劫 幫助我們看這個mindfulness 這個mind那裏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心 然後我覺得第二句很重要的 是mind object 大家知道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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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ind object 第四 是發言住 在心裡 其實我們在想著什麼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在想著什麼是發言住 mind object 那有我們的mind object 有些什麼呢 我們要知道 這個不就是mindfulness 我們首先要知道 什麼是侮蓋 你知道什麼是侮蓋 有些東西是侮蓋著你 你記不記得侮蓋是哪個侮蓋 第一件事 什麼令到我們有煩惱呢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貪 我們很可能硬的想要 吃東西都是一個想要 聽東西都是一個想要 那就不是停留在吃那裏 而是我們那個五官 給予我們的感官 一種追逐 令到我們生起一些 一些不平衡的心的時候 這個都是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mind object 所以如果我們突然間出現 mind object 有些煩惱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知道 這個是mind object 但是接下來去說什麼 這個mind object不是我 我覺得這件事我們要清楚 在四念著來說 觀心不無常 觀法無我 這個就是法 原來我們的追逐那件事 都是一個法 一個境 我們叫做境 在修詞來說 這個叫做mind object 是我們的心 是出現著心底意識到的東西 如果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想不想禁止它 或者批判自己呢 其實那個是你和自己很對抗 其實修行不是對抗 修行是我們活潑的 我們是禪宗 那什麼能夠令到我們活潑呢 那你要提醒自己 這個就是mind object 不是我來的 但是我們經常以為是自己 我們經常以為是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製造了我們的處境出來 第二件事 令到我們有一個 hindrance 是什麼呢 ill will 或者我們叫做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想別人壞 想別人 我們比人厲害 那些人比我們差 我們一想別人不好的東西 就是ill will 如果一想這個ill will 那時候我們覺得要出現的時候 我們怎樣解鎖呢 我們怎樣解鎖就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我不好啊 我好差 原來我們修覺性 這個wake up不是這樣修的 不是去批判自己 而是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看到一樣東西 這是念來的 不是我來的 就是我們馬上要解鎖 這個mindfulness是這樣去修 那你就會說 咦 諸法無我嘛 這個也是一個法來的 mind object來的 mind object是沒有一個我 但是我以為是我 所以我們有煩惱了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分辨不到這個叫mind object 原來我們的mind出現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利 五蓋、五穩、六入、七角絲 四聖體 那些全部都是mind object 但是那個不是我來的 記住 那個只是一些東西 好像投影機 好像我們現在有個鏡頭 你一拍攝下去 它就有東西 你不拍攝它 那個鏡頭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現在鏡頭看到的東西 都是我們的mind object來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現在你看到這個鏡頭 這個畫面 是你啊 還是不是你呢 如果你覺得是你呢 那你就 都是煩惱來的 如果不覺得是你呢 那都是 是我和不是我 我們叫做分辨 我們叫做分辨 我呢 我們很多時候 做人不是很清醒 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還有很喜歡睡覺那些 其實現在睡覺是好 睡覺有時候幫到我們 但是沉醉睡覺有時候 有些問題 這個都是蓋著我們 令到我們不可以起床 如果你坐前 你不是有時候中眼睡 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記住我們去那個方向 What is this 是什麼來的 你知不知道現在 我們在禅宗這個 What is this 發生什麼事 這個反問自己的時候 其實在禅宗就是我們的mindfulness 是我們的mindfulness 你這樣問 其實你做了兩件事 就是你做了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所以這個提問很重要 這是什麼來的 發生什麼事 我們很多時候會這樣問自己 原來這個問自己 在禅宗就是mindfulness 你一這樣問 你就去到四年住的層次 就是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甚至觀受是苦 我們不會說 有個不開心出現的時候 發生什麼來的 或者我們痛 我們很多時候身體不舒服 其實我們不提供它 我們都能解決到這個 即是我們都可以用到這個mindfulness 我們這個 一念即萬年結 或者我們問事什麼 一念事什麼 我們用這個事什麼去練習 那第四個概念是 剩下的 就是你想要休息就不能休息 而且很多人都擔憂 這個原來都是剩下的 現在很可能這個疫情 我們最多就是遇到這件事 剩下的 人家不可以安靜下來 而且很擔憂的時候 記住記住你要從自己說 那個不是你 那你要說一句說話去解釋 這個就是mind object 這個mind object不是我 那頭頭我們因為 很多劫子裡面都覺得是我我我 這件事是我那件事 我也這樣想 我有一個看法 我們在這個世間 賺食的時候需要的 你出去工作你要和社會生活是需要的 但是在修辭這個覺醒那裡 我們說wake up 我們就需要另外一種語言 這個語言就是 咦 這個不 我們怎樣令到我們不變成那件事 我們就有一個覺醒 第一個覺醒就是說 這個就是念 這個就是mind object 這個mind object不是我 不要認識它 我們不要代入一個念裡面 怎樣不代入呢 又是去回我們的基本功夫了 What is this? 我現在在做什麼 處理不了的 去回呼吸 B和C 我們去回呼吸 去回中心 D而已 不要再繼續想下去了 不要再製造故事 不要給自己理由 我們很喜歡給自己理由 我們有一百個理由 我們做一件事的時候 但我們也不要讓自己去做 去回家問回 What is this? What am I doing right now? Don't make anything 然後可不可以很享受 去做回你面前的事 就算我面前的事 做的事情是你不想做 或者你覺得 我不投入去做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工作 為何出現在我們面前嗎 因為我們多生 沒有去真的投入做那件事 我們沒有合格過 我們肥老了 在過去世 今生你就要來學習 你要學習 你明白嗎 但是你越抗拒去 你越轉不投入 越一邊做一邊投訴 一邊生一些不歡喜的心 其實你知不知道 今生我們就來去 去面對這件事 處理這件事 這件事就不會再回來找你 這件事不會出現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 這個概念 其實是之前我們有些 處理得不好 但是現在我們用過 第一我們要記住 告訴自己 這個Mind Object 不是我來的 那第五就是疑 我們不相信可以明心見性 通常這個疑 這個方法可以嗎 可以幫我嗎 那你經常都這麼懷疑 那你學什麼都學不醒 那就算那件事不好 那你學下去 你知道什麼是不好 那我們才可以改善那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的Mindfulness A B C D & E 在我們禪中那裏 就是 幸住在我 與物動靜 一切事 一切處 無間斷 是什麼 沒有interrupt 即是不會斷的 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不是我 一念的萬年劫 我們看到這個念一起 其實我們製造這個念 我們就會跟著我們的念去走 有些我看到一些學生 很可能他們都學了很久 十年前的故事 和十年後的故事 都是一樣的 譬如他們覺得 人們對他不好 或者 他有些東西是不足的 或者他覺得人們欺負他 很奇怪 十年裏面 所發生的事 都是跟這件事有關的 他不可以跳出來 那為什麼不可以跳出來呢 因為他看不到這個念 自己製造這個圖案出來 自己就去演這個角色 自己就去演這個角色 那你就吸引這些人來找 不是那樣東西都變成是 別人本來都不是欺負你的 別人想說話給你聽 那你就覺得別人欺負你 看不起你 那其實我現在提醒我們的學生 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別人提醒你 我們要合唱、恭敬 他跟你守著心思 去提醒我們 其實是一件我們很開心的事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你打不成功 走一趴